《乌合之众》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福斯·古斯塔威勒半于1895年出版的一本书 该书是一部关于集体心理学的经典著作 深入探讨了集体行为和思维的本质 勒庞福斯在书中提出了众多的概念和论点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乌合之众》的描述 他认为人们在集体中会变得更加一手影响 失去个体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因此集体中的行为和思维往往会趋向于极端或情感化 勒庞福斯认为乌合之众的形成源于人们的本能和情感 而这种本能和情感往往会被一些领袖或激进分子所利用 进而影响整个集体的行为和思维 勒庞福斯还指出乌合之众的形成往往会出现在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时期 因为人们容易在这些时期失去对现实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此外 勒庞福斯还阐述了集体心理学的其他概念 如集体暴力 集体偏见 集体迷信等等 他认为 这些现象的出现源于人们的本能和情感 而这种本能和情感往往会被乌合之众所放大和影响 乌合之众中的导演名为群体的时代 这一章节主要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的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对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影响 勒庞福斯在这一章节中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观点 如下 勒庞福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个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对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认为 这个时期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 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社会交往 对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制度的变革 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 如民主制度的兴起和帝国主义的扩张 这些变革也对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如电气化 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等 这些变革也对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影响 其次 勒庞福斯指出 这些变革对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认为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们变得更加注重个人利益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 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 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人们变得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和幸福 人们变得更加个性化 这个时期的变革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人们变得更加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人们变得更加易受影响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 人们的资讯获取途径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快速 这也使得人们更容易受到媒体和其他人的影响 首先 勒庞福斯认为 群体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 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 群体具有强烈的情感因素 群体的行为和思维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很大 人们容易在群体中产生共鸣和情感上的共鸣 二 群体具有强烈的向往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这种向往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 三 群体具有普遍性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来自不同的背景和社会阶层 具有普遍性 四 群体具有相对性 群体中的人们相互影响 因此群体的行为和思维具有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 五 群体具有强烈的协调性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遵从一定的规则和标准 这种协调性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心理学的习性 并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失去个体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变得更加易受影响 因此 集体中的行为和思维往往会趋向于极端或情感化 二 群体中的人们容易受到领袖或激进分子的影响 进而影响整个集体的行为和思维 三 群体中的人们容易受到媒体和其他人的影响 因为资讯的传递速度和途径变得更加快速和多样化 勒庞福斯指出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念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很大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共鸣和情感上的共鸣 他认为 这种情感共鸣是群体行为和思维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念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和习性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共同的愉悦或愤怒情绪 这种情绪在群体中可以迅速传染并产生共鸣 二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对一些人或事物产生共同的感情反应 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思维 三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遵从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 这些道德标准和规范在群体中往往具有绝对性 四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集体情感和道德观念 这种集体情感和道德观念可以影响群体的行为和思维 勒庞福斯指出 群体中的观念、推理和想象力往往受到群体心理因素的影响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共同的观念、推理和想象力 他认为 这种共同性是群体行为和思维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在观念、推理和想象力方面的特点和习性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共同的观念和信仰 这些观念和信仰往往具有绝对性 二、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共同的推理方式和逻辑思维 这些推理方式和逻辑思维往往具有局限性 三、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共同的想象力和幻想 这些想象力和幻想往往具有情感化和夸大化的特点 勒庞福斯指出 群体信仰在宗教形式上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群体信仰往往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 二、群体信仰往往具有情感化和仪式化的特点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会通过宗教仪式和符号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情感 三、群体信仰往往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 群体中的人们往往通过信仰来建立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信仰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和习性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群体信仰往往会受到领袖或基建分子的影响 这些领袖或基建分子可以利用群体信仰来控制和影响群体的行为和思维 二、群体信仰往往会受到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影响 当社会和政治变革带来不稳定因素时 群体信仰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 三、群体信仰往往会对个人的行为和思维产生影响 当个人的信仰与群体信仰不一致时 群体信仰往往会成为压制和排斥的工具 勒庞福斯指出 群体意见和信念往往受到间接因素的影响 这些间接因素包括媒体、社交网络、领袖和激进分子等 他认为 这些间接因素在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意见和信念形成的间接因素的具体作用和习性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媒体对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和宣传来影响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二、社交网络对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社交网络可以通过资讯共用和交流来影响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三、领袖和基金分子对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他们可以通过言论和行动来影响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勒庞福斯指出 群体意见形成的直接因素包括个人的心理和行为 群体中的个人往往会受到自身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进而影响群体的意见形成 他认为 这些直接因素在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群体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意见形成的直接因素的具体作用和习性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个人的心理和情感对群体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个人的心理和情感可以影响其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 二、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对群体意见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影响其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 三、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群体意见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可以影响其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 勒庞福斯指出群体领袖对群体意见和信念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他们可以通过言论和行动来影响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他认为群体领袖在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领袖的说服手法的具体作用和习性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群体领袖可以利用情感和感性因素来说服群体 例如利用统聚、愤怒、喜悦等情感来影响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二、群体领袖可以利用符号和象征来说服群体 例如利用国旗、标语等符号和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信念 三、群体领袖可以利用言论和行动来说服群体 例如利用演说、示威、行动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信念 勒庞福斯指出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变化范围很大 这种变化可能是由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引起的 他认为了解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范围 对于理解群体行为和思维的本质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意见和信念变化的原因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群体经验和知识的变化 可以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变化 例如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变迁 群体的观念和价值观也会相应地产生变化 二、外部事件和环境的变化 也可以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变化 例如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可以对群体意见和信念产生影响 三、群体领袖和媒体的说服和影响也可以对群体意见和信念产生变化 例如领袖的言论和媒体的报道都可以对群体意见和信念产生影响 勒庞福斯指出群体的分类方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 例如从群体的规模、性质、目的、组成等方面进行分类 他认为透过对群体的分类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不同类型群体的行为和思维特点 其次勒庞福斯分析了群体分类中的具体方式及其特点 具体来说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从群体的规模进行分类 例如小团体、中等规模群体和大型群体等 不同规模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行为特点 二、从群体的性质进行分类 例如宗教群体、政治群体、经济群体等 不同性质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目的和价值观 三、从群体的目的进行分类 例如学术研究群体、文化娱乐群体、职业群体等 不同目的的群体具有不同的行为和思维特点 四、从群体的组成进行分类 例如以年龄、性别、地域等为基础的群体 不同组成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 勒庞福斯指出 犯罪群体是指那些由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群体 犯罪群体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 其成员通常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 其次、勒庞福斯分析了犯罪群体的形成原因 具体来说,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是犯罪群体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环境下 一些人可能会诱发犯罪行为、形成犯罪群体 二、社会价值观的失调和文化融合不良 也是犯罪群体形成的原因之一 在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情况下 犯罪行为可能会被诱发和鼓励 三、犯罪群体的形成还可能受到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 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和不稳定性 可能会导致犯罪活动的增加和犯罪群体的形成 勒庞福斯指出 陪审团是一种由平民组成的审判机构 其成员通常由法院从公民身份登记中选出 他们负责审理刑事案件 并对被告做出裁决 其次、勒庞福斯分析了陪审团制度的特点 及其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陪审团制度强调民主和公正原则 陪审团成员为普通公民 代表了社会的多元性和民主思想 其裁决也能够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二、陪审团制度能够降低司法审判的专制性 陪审团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他们能够对案件进行独立思考和审判 并对司法系统的专制性和不公平进行监督和制约 三、陪审团制度能够增加司法系统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陪审团裁决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公开的 这能够增加司法系统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使公众能够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和评估 勒庞福斯指出 陪审团制度的特点和影响对于理解司法审判和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陪审团制度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 需要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 以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勒庞福斯指出 选民群体是指那些通过投票来选举政府官员和制定政策的公民群体 选民群体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 其成员通常具有相似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选民群体的形成原因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 社会经济背景是选民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通常具有不同的政治兴趣和价值观 这导致了选民群体的形成 二 政治竞争和选举制度也是选民群体形成的重要原因 政党之间的竞争和选举制度的设计都会对选民群体的形成和行为产生影响 三 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对选民群体的形成和行为产生了影响 媒体和网络技术让选民得以接触到更多的政治资讯和观点 进而影响其政治行为 勒庞福斯分析了选民群体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他指出 选民群体的形成和行为对政治竞争 政治决策和政治稳定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选民群体能够对政治竞争和选举产生制约和影响 进而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稳定 勒庞福斯指出 议会是一个由代表公民的选出的议员组成的政治机构 其职责是制定和修改法律 监督政府和代表民意等 议会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 其成员通常具有相似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 其次 勒庞福斯分析了议会的职能和特点 具体来说 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 制定和修改法律是议会的主要职责 议会通过立法程式制定和修改法律 以反映民意和社会需求 二 监督政府是议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责 议会通过问政 监督等方式对政府进行监督 确保政府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和民意 三 代表民意是议会的核心职责 议会通过议员代表民意的方式 反映社会多元化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 促进政治稳定和发展 勒庞福斯分析了议会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他指出议会作为代表民意的政治机构 对于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和民主治理都具有重要影响 议会能够反映社会多元化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 促进政治稳定和发展 同时也能够制约和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 保障民主制度的运作 勒庞福斯认为 议会作为代表民意的政治机构 对于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和民主治理都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需要加强对议会的研究和理解 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勒庞生于1841年 是一名医学博士 直到43岁左右 他才开始研究群体心理学 当时正是工业革命重塑欧洲社会的转捩点 在该书的序言中 他明确写道 变革来自两个基本因素 一是宗教 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 社会和工业的发展 创造了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混乱创造了一个领导者无领导的过渡状态 勒庞称之为群众时代 令人恐惧的是 立法者和政客们对大众阶级如何产生病运 与其权利一无所知 知道 作为一名资深病理学家 勒庞将正在发生巨变的社会视为一群群体病人 他认为 当无数人聚集在一起时 他们的行为与人类个体的行为 有着本质的不同 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 就有一种思想上的统一 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的心理规律 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理性对群体没有影响 群体只受无意识情绪的影响 勒庞还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观察 人群以形象的方式思考 这些形象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意向所产生的情感有时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可以付诸行动 人群被奇迹感动 传说和奇迹才是文明的真正之助 群众的想象力一直是政治家权力的基础 伟大的政治家把群众的想象力作为权力的基石 一群人夸大了自己的感情 以至于他们只会被极端情绪所感动 想要感动群众的演说家 必须说话严厉 发誓 重复 并且永远不要通过推理来证明任何事情 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的更好或更差 他们可以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但也可以表现出极其崇高的虔诚和莽撞的行为 极孤立的个体根本做不到的极其高尚的行为 对荣誉 荣誉和爱国主义的呼唤 最有可能影响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 甚至可能导致慷慨致死 这本不算太后的心理学书里充斥着这样的话 冰冷如手足刀 却精准而微妙 为了向人们描述人群疯狂效应 如何在商业行为中发酵并被资本家利用 勒旁引用了发生在1719年的密西西比计划 在那次事件中 一位法国银行家 以虚构的密西西比核股经济发展计划为由 发行股票炒作 造成了法国金融史上最大的泡沫 勒旁警告说 是金钱导致疯狂还是疯狂制造幻觉 挤在一起的荒谬之处 可见一般勒旁的书出版后 迅速引起了各国正要的注意 美国总统罗斯福仔细阅读了人潮汹涌 坚持要见作者 有人感叹 我们谴得了勒旁 但我们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彻底的搜索和阅读 许多学者甚至认为 莫索里尼 希特勒和苏联早期的革命者 都是勒旁的追随者 他们熟悉勒旁的理论并忠实地付诸行动 无论我们假设人群多么中立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都会处于期待状态并乐于接受暗示 一旦有人提出建议 很快就会通过感染传播到每一个大脑 方向也会立即确定下来 在接受暗示的人中 固定的执念随时可以转化为行动 无论是烧毁宫殿 还是做一件虔诚的事 一群人都乐意去做 一切都取决于刺激的性质 而不是像个人孤立地做的那样 取决于建议的行动 与可能阻止其实线的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 人群徘徊在无意识的边缘 接受建议 被情绪暴力所驱使 而不求助于理性干预 他们缺乏批判精神 只能表现出极度倾信 不可能对他们来说不存在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非常离奇的传说和故事 如此容易出现并到处流传 如此容易在群体之间流传的传奇故事的出现 不仅是因为完全轻信 还因为故事的元素会在群体个体的想象中发生巨大的变化 通过人群的眼睛 最简单的事情立即产生很大的不同 人群通过图像思考 一个图像导致一系列图像 但它们之间可能没有逻辑关系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 有时当有人抛出一个事实时 我们会被诱导产生一系列奇怪的想法 理性会告诉我们 这些图像是不连贯和不合理的 但人群看不到这一点 它们的想象力反复无常 可以为事件增添点缀 让所有元素混合在一起 无法将主观与客观分开的人群认为他们脑海中出现的图像是真实的 事实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图像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去甚远 按理说 一个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应该有无数个版本 每个成员的理解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但它根本不是 通过一系列的传染 事件的各种版本对集体中的所有个体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相同的意义 成员看到的第一个修改版本将构成整个具有感染力的建议的核心 据说所有的十字军都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看到了烈士圣乔治 事实上 必须只有一个人在身边才能看到他 通过暗示 心理感染 奇迹一下子被大家接受了 历史上出现过那么多的幻觉 都是这种运行机制造成的 它们似乎具有成为事实的所有标准特征 因为这些现象已被成千上万的人目睹 组成人群的个体的个体精神并不与这一原则相矛盾 个人的灵性是无关紧要的 只要群体聚集在一起 知识分子和无知者都变得同样不可观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举出 以下是最典型的例子 选择影响知识分子和无知人群的集体幻觉 朱利安中尉 菲利克斯·朱莲 无意中将其记录在他的洋流书中 巡洋舰USS Pheasant在海上试图收回Credle号船 但一场风暴将其从战列舰上击毁 那是白天阳光明媚 突然观望的水手告诉大家 远处有一艘迷路的船 所有人都朝那一点看去 无论是官兵还是水手 都清楚地看到了一艘木筏 被一些小艇拖住 上面在这很多人 小艇上闪烁住求救信号 带福西海军上将派他的人 登上一艘小船去营救遇难者 靠近时 小艇的水手和军官看到许多人在那里伸手骚动 听到许多声音混杂在一起 众人刚走到所谓的木筏边 只见几根树枝 上面挂满了树叶 是从附近的岸边拉来的 面对触手可及的明显事实 幻想消失了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机制 一方面 群体本身具有预期心理 另一方面 放风的水手们告诉大家 前方出现的是一艘在海上迷了路的船 这个建议以传染的力量 被包括官兵在内的在场所有人集体接受 不需要人群的规模 大到足以破坏正确观察的能力 并允许真实的事实被无关的幻想所取代 当几个人聚在一起时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团体 即使他们是杰出的学者 一旦面对超出他们专业范围的课题 他们也具备了一个群体的所有特征 他们每个人固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都会消失 明智的心理学家 大卫先生给我们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他在心理学年鉴中有报道 值得在这里引用 大卫先生邀请了一批杰出的观察员 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学者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先生 他让他们仔细检查使用的是什么 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盖章 接着 大卫在大家面前展示了一些最经典的灵异现象 包括鬼魂转世 石板上出现文字 这些杰出的观察家撰写报告 证明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是通过超自然的手段获得的 然后大卫在那里宣布真相 但他只是使用了最普通的欺骗手段 转述这个实验的人写道 大卫先生的实验最令人吃惊的 不是法系有多么巧妙 而是外行人写的报告有多么迟钝 他接着写道 因此 目击者可以写出许多令人信服 但完全是虚假的报告 因此 如果他们所描述的现象被其他人认为是正确的 就不能将其解释为欺骗 大卫先生发明的装置 如此简单 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敢于使用它 然而他对人群的思想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让他们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这还是催眠师对被催眠者的影响 然而 当我们看到操纵者对高智商的人行使这种能力时 后者最初也很犹豫 不难想象 普通人群容易产生错误的幻想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几年前 报纸曾报道过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 后来被人打捞上来 十几名目击者以最确定的方式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大家的说法都非常一致 在法官眼里毫无疑问 于是下令在死亡证明上签字 一个孩子去认死去的孩子但认错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误认 然后 众人就看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 一名小学生认出尸体后 一名妇女尖叫道 啊天哪 这是我的孩子 人们把她抬到尸体旁 她仔细看了看身边的遗物 发现额头上有一道伤疤 她说 就是她 我可怜的儿子 她在七月份失踪了 她被拐走杀害了 这个女人是秋天街的一个搬运工 她的名字叫德夏王德雷夫人 她的叔叔也被叫来了 她毫不犹豫地说 就是她 可怜的小菲利伯特福尔街的许多居民都认出她是菲利伯特 夏王德雷 她还包括她的小学老师 她看到了一枚奖章并证明她属于菲利伯特本人 但是邻居 叔叔 小学老师和妈妈自己都错了 六周后 这名儿童被确认来自波尔多 她在那里被谋杀并被送往巴黎 我们注意到 这种身份识别往往是由妇女和儿童进行的 她们是最脆弱的人群 这样一来 就可以说明这样的身份证明能有多大的法律价值了 尤其是孩子们的肯定化 实在不应该作为证据 评委们常说这个年纪的人不说谎 仿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任何程度的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他们 相反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几乎总是说谎 毫无疑问 那些谎言是无益的 但那终究是谎言 被告人应该被判刑吗 面对这样的事情 与其像人们常做的那样听从孩子的证词 还不如抛硬币看正面或反面来做决定 回想起来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群体所做的观察是所有观察中最容易出错的 它通常只代表一个人的幻觉 这种幻觉会传染给所有其他人 有很多事实证明 群众的证词是不可信的 成千上万的人 目睹了色当战役中骑兵的冲锋 然而 目击者的证词自相矛盾 谁指挥这场战斗 我们无从知晓 英国将军吴氏李爵士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实 滑铁卢战役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 实际上存在许多严定错误 然而 当时有数百名目击者证实了这些事实 同样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了集体见证的价值 在许多逻辑学教科书中 一致正言被列为判断事件真实性最可靠的证据之一 但从我们对人群心理的了解中我们知道 教科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被严重不解了 大多数人观察到的事件往往是最可疑的事件 如果一个事实已经被成千上万的目击者看到 那就意味着真实的事实与公认的版本相去甚远 乌合之众的主要观点是 人们在集体中会失去个体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变得更加异受影响 因此集体中的行为和思维往往会趋向于极端或情感化 勒庞福斯认为 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人们的本能和情感 而这种本能和情感往往会被一些领袖或激进分子所利用 进而影响整个集体的行为和思维 此外 勒庞福斯还指出 乌合之众的形成往往会出现在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时期 因为人们容易在这些时期失去对现实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他还阐述了集体心理学的其他概念 如集体暴力 集体偏见 集体迷信等等 并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源于人们的本能和情感 而这种本能和情感往往会被乌合之众 所放大和影响 乌合之众的主要观点是关于集体心理学的 他揭示了人们在集体中的行为和思维的本质和特点 并强调了人们容易受到领袖或激进分子的影响 此外 勒庞福斯还强调了乌合之众的形成和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之间的关系 总之 乌合之众是一部关于集体心理学的经典著作 他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在集体中的行为和思维的本质和特点 对于了解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了解写体心理学的发展有点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了解写体心理学的发展有数据 如果能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